1 仁仁 那今天我們今天晚上我們 仁者必須死啦 那今天哲平在卡克克3v3決鬥場進來的時候呢 發現我們的這個新增賽季的效果介紹 所以其實仁者必須死的話 他的這個3v3呢 他每一個賽季的話都會增加一些就是新的一些 賽季效果啊 還有一些都是功能喔 所以這個話真的是慢慢的會變非常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就會有一些就是 你所不知道的一些賽季效果喔 那所有新增的賽季效果在決鬥場 家族戰和舞蹈大會中都會生效喔 新增賽季效果 主動技能卡牌 玩家在進入戰鬥後獲得一個有CD的主動技能 該技能對BOSS造成傷害時是固定的 然後戰場難度越高 該技能造成的傷害越高 也就是說你跑的那個T圖越難的話 基本上對那個 那個主動技能卡牌的效果的傷害越高喔 所以就是看自己就是能不能跑一些更厲害的圖這樣的概念 當進入商店時隊友已死亡並且進度落後自己 則技能對應的傷害會提升喔 死亡人數越多 提升傷害越高喔 所以這邊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打法的感覺 就是隊友死掉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平一平 或是隊友全部都死掉 然後 把傷害全部灌在你身上那種感覺好像也是不錯喔 然後 新增賽季效果 灼熱力氣 欸這邊的話 玩家在進入第一個商店 且無法使用自己的武器技能喔 無法使用自己的武器技能前 進入第一個商店前 主動技能卡牌和灼熱力氣只在 危險難度以上的地圖喔 所以這兩個效果的話 只有在那個危險以上的地圖才有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一定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才 中斯而已喔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給大家 爬起來 看一下能不能打出好成績喔 來來來 GOGOGO 所以其實他每一次的賽季啊 都會新增一些特別的效果 跟一些新的卡牌 我覺得真的還算是頗有趣的 所以3v3的話一直都有在做一些改變 然後一直都有在做一些變動喔 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歡這種3v3PVP的話呢 我覺得忍者必須使得是做得還挺好的喔 裡面有一大堆的東西可以將你拿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要ban什麼東西 把風隙精通ban掉好了 哈哈 我基本上都在亂ban啦 然後我們目前來做的話呢 我們還是帶上觀眾所推薦的就是那個 噁心 髒髒套牌好不好 髒髒套牌 那就是看一下能不能那個啦 能不能就是打出好成績 暗之獄 呃 暗之獄的這個效果是 即死 喔 戰場內受到傷害立即死亡 哇 立累 好 沒問題 那暗之獄的話應該就是那個吧 就是 就是 欸 走傳送陣的那個吧 那個關卡應該是這樣 完了 即死的話就是你碰到一個你就會直接死亡啦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欸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帶這個 飆風箭雨或是蝙蝠陷阱這種的話應該蠻適合的欸 就是直接來漲一波 因為他們只要碰到一下東西的話就會直接死亡嘛對不對 對阿 那好像還不錯齁 就直接死到底這樣子的感覺齁 好 那這邊應該是ok的 然後它這邊的話有一個賽季效果啦 也就是說這個賽季專屬了是不是 因為我是最近才開始玩我們PVP喔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還算是不錯 還蠻有趣的捏 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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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取得我們好成績3v3 Let's GO 來來來來 欸 全部都只有我一個是女角欸 小嬌咬包包 怎麼可能會輸 對面有菜鳥一個 好不好 來了來了 即死 欸 這邊好像有那個 就已經有賽季的效果了是不是 欸 有欸 這邊已經有了 而且你就是在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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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第一個商店之前啊 你是不會有那個 不會有那個什麼 不能使用武器的喔 有被封印了 我現在很怕啊 因為碰到就死了 對面一定有一個人先死囉 各位 我們慢慢來喔 不死就是 不死就是戰 我們下來這邊好了 啊 啊 怕死了 好 目前看起來OK喔 哇 連續 四發劍欸 好猛喔 帥帥帥 來了來了 OK 第一個商店前啊 你就是不能使用技能 但是現在的話 你可以了 我們來用一下 蝙蝠陷阱去干擾他們喔 因為現在他們只要碰到什麼東西 他們就會直接死亡喔 來來來來 等待機會 等待機會 喔 白癡 啊 白癡 白癡啊 我在幹嘛啊 為了要按陷阱害人 然後弄死自己了 巴西 這個真的是太巴西了 對面玩的好像 蠻屌的喔 傷害比我們三個人還要高欸 天啊 小心點喔 原本想說用髒髒牌可以弄他們的 結果不行 要認真點了 哇 我們這邊也死一個 對面也死一個欸 勢均力敵欸 欸 等一下什麼死兩個了 完了完了完了 剩我一個再撐啦 哇 嚇死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這種我超不會 嘿嘿嘿 哎呦喂啊 GG 而且我覺得我們隊友是不是都沒在開復活的啊 他們現在跑 跑圖 不是 打這種東西好像都不會開復活了 我要GG 白癡 哎呦 急死真的很麻煩啦 急死 沒關係 沒關係 沒事 沒事 至少我們是隊友裡面最後一個死的 代表我們還算是不錯 哇 欸 這個原來在這個等級就會遇到這種的BOSS了 是不是 哈哈哈 那也是挺麻煩的捏 然後這次多出了一個啦 新的東西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我覺得還算是 蠻酷炫的喔 蠻酷炫的 看一下喔 亂BAN 亂BAN 他那個就是多出了一個新的武器技能啊 我們剛剛要按的時候就按到手卡 根本沒在注意地圖 然後直接被 被蜜蜂給打 那個蚊子給打死了 白癡 打外87啦 啊 好 鏡像 玩在膝架的這個戰鬥卡牌都會變為第一張的複製牌 OK 第一張的複製牌就是智芒是不是 看一下第一張的複製牌 那我要 我要把這個換成那個 蟹仔 我要再換成就是那個飛鏢 我要用髒髒牌 髒死他們 其實剛剛那一場的話 如果用好的話應該還算不錯啊 至少髒髒牌全部打出去的話 即死效果 結果沒想到我們這邊 居然先死兩個 那也是沒有辦法 蘿蔔梯 蘿蔔梯不就是剛剛跟我一組的嗎 夭壽 希望這場可以打出好成績喔 這場就不是即死了 就可以去碰傷害了啦好不好 我覺得 即死效果真的對我來說的話真的好像 有點 那麼一點點困難喔 喔不過剛剛那個 剛剛那張地圖好像是位階比較高 所以 他才會有那個啦 才會有那個即死跟那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特殊的效果 那現在這張的話好像就沒有欸 因為我剛剛看到的話我們好像就是那個 一般的那個困難圖好不好 是 是打輸了被打下來這樣子的感覺 哈哈 所以你一直連勝上去的話 搞不好就會開一些就是很難的圖給你 然後 你輸掉之後他就會回歸到我們原本的圖 這樣子喔 可能是欸 來了 GOGOGO 對我們這場的那個 效果沒了 啊幹 白癡喔 哦真的是白癡欸 抱歉太太愛晃了 哈哈 這是低能了 各位 抱歉了 哲平這邊低能了 白癡真的是 不該隨便在那邊亂晃欸 真的是白癡死了 哦呦 我就想說哎呦很帥的一個 一個下墜喔 然後耶 落入我們的那個了 哇全部都是飛鏢陷阱但是 不夠錢了 哈哈哈哈 哦呦白癡死了真的是白癡 好沒事沒事 我們靠攻擊力碾壓好不好 別小看我們 我們的台幣威力很強大 全部下去 呦呦 這波灌下去吼 呦呦 要輸也很難啊 台幣的 呦呦 來來來來 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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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我 呦呦 咦 第二道達商店 然後 感覺也沒有比較好 買不起這些東西 太貴了 但是剛剛那樣滑起來真的是特別有感啦 真的要找時間來練一下那個地圖了 其實這樣跑起來真的會蠻有成就感的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真的會很有成就感 來吧 蝙蝠 一吃苦 我怎麼覺得我們的傷害不行啦 對面的傷害怎麼比較高 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們贏了嗎 好險喔 差一咪咪 差一咪咪 好險 好險好險 我 平局 哪裡 我以為我們贏了欸 可惡結果居然是平局 夭壽 其實我們這樣還蠻爛的欸 因為我們名第一隻就比他們早打贏 然後後面的話跑得比較慢這樣子 可惜了可惜了 啊 還是很不錯啦 好不好 今天輸一場 一局平局 然後 最近有一個新效果啦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就是在慢慢玩 然後慢慢跟大家介紹 那大家覺得這一次的新效果你們覺得有不有趣的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囉 那我們已經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視頻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